好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往下讲 刚才在上节课最后呢 我们就留了一个关于这个循环引用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个东西从flux里面去夹出来 夹出来之后放到不同的模块 放到不同模块之后呢 那但是现在在进行还得往这个flux主应用当中去进行添加的时候呢 如果在那里面循环引用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循环导入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呢 大家去想一下 既然是说我在这个东西 我把我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商品模块已经从哪呢 已经从你的主模块当中摘出去了 摘出去之后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在这个模块当中进行试图函数的时候 我离不开这个AB它所对应的那个装饰器肉的函数吧 我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对应的路径跟试图函数给你绑定到一起 然后呢就相当于做成这样的方式 那做成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回过头来 你在这里面定义完成之后 我让我的主程序从上往上去执行的时候呢 为了能够说让这个APP里面知道有这个实图函数的存在 所以就相当于还得说再把这个模块再导回来 导回来的话就出现刚才我们说的问题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种东西咱们怎么去解决呢 那我只要是说我能不能这个东西在这个main模块当中 我肯定得把你的故事啊或者是user那个模块得导入进来 因为只有把你的模块导入进来之后 我这个主函数从上往下去执行的时候呢 才能够知道还有你那个实图函数的存在呢 所以相当于这个地方肯定得导了 这个里面肯定导的话 那我回过来在这个goose模块当中 或者user模块当中 再让它这个地方 我直接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 给你注视掉 不让它再进行导入就可以了 对吧 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我只要在这个模块里面 让它这个不再从我这边再导入 只要是说main里面能够从goose里面导入getgoose 但是goose里面呢 直接就进行定义 它不再去导入的话 那我现在是不是相当于能够去解决这样循环导入问题啊 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吧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那好了 我在goose模块里面所定义好的这样的一个视图函数 它现在我都不能导入APP了 那你说APP里面所定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路由装饰器 是不是也用不上了呀 对吧 路由装饰器也用不上了 那路由装饰器也用不上之后的话 那我说了 你这个视图函数得跟谁绑定到一起啊 你跟哪个路由放到一块啊 这得进行解决了 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做呢 你可以采用一种方法 采用哪种方法呢 装饰器的这种东西 大家一定要理解深刻 它除了能够在函数定义的时候使用装饰器之外 能不能在函数一定定义完成之后 我再后给它补充上装饰器呢 这也是可以的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就是对装饰器采用更激进的一个利用方式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呢 之前在去讲装饰器的时候 一旦这个地方写了这个爱的符号加ROT 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理解呀 对于装饰器 还有没有印象 对于装饰器这个爱的符号的理解 就应该是把爱的符号后面的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整体吧 它是谁 它是装饰器 然后装饰器什么东西呢 装饰器是一个函数 然后装饰器这个函数怎么被执行呢 它是把底下的被装饰的函数作为参数传入过去 所以那我现在就按照这种方式 我不再去写爱的符号 不再给你放到这个定义过程了 而是说我后面的话后补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现在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在今天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去调用APP.ROT 再加上后面的东西 get固子 因为我刚才说了 爱的符号后面所对应的呢 就是一个装饰器 它是一个整体 这个装饰器 它本身就是一个函数 所以呢 就相当APP.ROT 整个这个东西呢 它是谁呢 它就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既然是一个函数的话 我就可以把你当作函数的方式来进行调用 把你当作函数的方式来进行调用的话 是不是得加括号了 对吧 然后括号里面传什么参数呢 传的就是被装饰的函数名字 所以被装饰是谁呢 是盖的固子 所以我就把盖的固子拿过来 所以你此时再来看一下 之前你在函数DEF的时候 相当于是定义的时刻 加上at号加装饰器 那我现在如果在你定义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了 没有了 那我后面后补充装饰器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方式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一下 这种用法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是可以放到哪儿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摘出来 放到我主程序里面去执行的呀 可以放到这边来执行了吧 你现在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我在模块当中 怎么去做呢 这些东西呀 前天的都不要了 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也用不了 我就直接把适度函数定义出来 适度函数怎么去做 我就怎么去定义 然后呢 我在我需要放到的这个主程序当中呢 使用这种导入的方式 直接把函数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 你这个函数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我得把你当作适度函数来带 我得给你补充上对应的路由 那对应的路由是谁呢 那我就按照最原始的 这种装饰器的方式使用 APRROT 这东西是你对应的这东西 所以呢 装饰器的使用的话 它是一个函数 你再把对应的被装饰器的盖子呢 放过来 那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相同的道理 对应于user模块 我已按照那样方式去做 我把它一个东西呢 全都给它注视掉 都去掉 然后呢 这个模块里面呢 你只要定义普通的函数就可以了 我回过回来 在man函数当中呢 直接给你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 我给你添加上对应的装饰器 所以呢 app.rote 对应的斜线 然后呢 我们给它添加这个装饰器的这个东西 谁呢 是这个register rejst 再把你放过来 register 把函数直接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 我已经给它后补上了这样的逻辑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咱们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这时候还有暴使循环引用吗 没了吧 不仅没了 而且在对应的最新的这个路由令设 这个信息当中 你看一下 我才给他添加这个get goose 是不是有了 是这个路径 对应的石头传数谁呢 get goose 还有一个斜线register 他也有了 他所听的石头传数谁呢 register 相对应的再往下走 这个斜线也放到这了 还有对应的默认的static 你看一下使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达到相同的效果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就完成了这样一点操作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装饰器的一个进击的使用方法 那这一点大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装饰器不仅仅是在定义的时候能够去使用 你定义完成之后后补充也是一样的效果 在这里面是有点晕什么 晕在哪 晕在这个地方是吧 这种东西怎么怎么去理解是吗 那我们现在随便来去看一眼 我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来 那比如说去定义一个装饰器 那这个装饰器的话 咱们怎么去定义呢 就咱们不去定义的话 咱们就比如说只愿去写一个 比如说就现在来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getgoose 看这个getgoose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就有一个装饰器 比如说它叫什么呢 叫做itclass 这是一个装饰器的定义方式吧 我先不去考虑复杂情况 先不去考虑这是在参数装饰器 就考虑最普通的方式 add符号再加一个名字 这相当于是不是想使用一个装饰器呀 对吧 那你再进行理解这个过程的话 怎么去理解呀 怎么去理解呀 这个i的idclass 应该是一个函数吧 去想一下装饰器怎么定义的呀 装饰器 还有意向吗 两层笔包吧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是会定义一个 defidclass 然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要接受的参数啊 是一个函数 被装饰的函数吧 里面是不是再定义一个内层函数 inner啊 对吧 然后现在inner当中 我不管做什么工作 反正最终的话 我最终一拟的话 拟拟什么东西 inner吧 把内三个人反回了吧 这是一个函数装饰器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定义装饰器 底下这是使用装饰器吧 使用装饰器的话 怎么去理解呢 你一碰到add符号的话 就要有一种理解 add符号只是一种语法堂 它相当于是addaddcast 然后把谁传进去了 把这个goose getgoose 谁被装饰传谁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再去说装饰器 它是一个函数能理解的吗 装饰器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把被装饰的东西传过来了 就相当于把goose goose传进来了呀 然后呢 放到这里 就直接就行吧 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方式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那既然如此 你getgoose 还是这种对应关系的话 那我不给你放到定义 我后补充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相同的道理呀 是相同的道理吧 是相同道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只不过是说 刚才我们所用到这个装饰器 稍稍复杂一点吧 它是代参数的装饰器吧 对吧 我回过来 再来去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 它现在不是这种两层的了 而是谁呢 是上面这种代参数的装饰器了 代参数的装饰器 还有没有印象啊 代参数装饰器 相当于是三层壁包吧 对吧 它是三层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代参数的话 代参数装饰器 怎么去理解呢 把这个APP给你去掉 就相当于比如说就是rote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假如它最终定义的rote是什么形式呢 就是这样的形式 rote 然后呢 这里面会加上这个参数 pyrams 这是一层 然后呢 在里面是不是还要进入两层了 对吧 这是真正的decorator decorator 这是真正的装饰器 它要去接受对应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定义经营的inner 然后呢 这个inner装饰器中的话 什么东西 我不去管 反正这个内层的函数 看一下 内层的两层壁包 它是一个真正装饰器 所以呢 直接return 这个decorator returninner 这是 你看一下 我就管哪那两层 那两层是不是装饰器啊 跟上面装饰器 是否定义的形式一样的啊 对吧 只不过是说 代参数装饰器的话 它外面再给你套上一层 再给你套上一层 就相当于 就最能反过谁呢 把装饰器函数给返回了吧 所以这是带参数装饰器 它是三层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的这个rot 它是不是就带参数装饰器啊 所以 你现在再来去理解的话 rot加括号 这个部分怎么去操作 是不是相当于 把这个参数 给你传入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去执行这个rot函数啊 rot函数最能的返回 值是否放到这里面来替换呀 那你说 rot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内层的 这个装饰器啊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rot加括号 它是一个函数的调用 它最能的返回值 被放到这儿 对吧 最能的返回值 被放到这儿了 那就相当于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理解的话 就变为了一个 at符号 那这个rot加括号 返回值是谁呢 就是内层的装饰器 所以就相当于 变成了decorator 放到这儿了 那你再去理解 这个decorator的话 还能去理解的吗 就是跟上面我刚才说的 这两层是一样的道理了 那最终就变成了 什么东西呢 最终 你再去理解的话 就相当于 at符号放到这儿 那好了 它实际上对应的意思 就是decorator decorator 然后对应的 把盖的固子 是不是传过来了 是这样的方式吧 把它放到这儿 这能跟得上吗 是不是像他这样的道理啊 所以说 那你给decorator 是哪来的呢 就是你这个 带参数的装饰器 这个三层 还说的最外层 去执行调用的时候 拿到的最内层的 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来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那我直接去写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 root root 函数 然后再加上get goose 进行调用 好了 这是这样的函数 把参数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看一下root 这函数 正在这边 是相当于定义函数 它最终返回 是不是把这个 内层函数返回来 是不是就decorator 所以这句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 反回出来 是这个decorator 对吧 decorator放到这儿之后 decorator 它是一个真正装饰器 装到函数里面来 那装饰器的理解 相当于是 调用函数 放到这儿吧 所以上面的话 我再加上括号 把get goose 给你放到这儿 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去理解的